交易来临的前奏,火箭巨头指定安东尼打一个位置,德帅这下难办,那在此前休斯顿火箭正式牵下了全零星封线卡梅隆安东尼,仅仅花了24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火箭就完成三巨头建立,在之后火箭主教练德安东尼也主动谈到了田华,他认为尽管外界一直在质疑安东尼加盟火箭会成为球队的毒瘤影响新赛季的战绩, 但小胡子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反而希望安东尼像克里斯保罗那样去打脸所有人,并做出了一个承诺,就是会把安东尼放在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上,甚至还打算让安东尼变成奥运瓜,那德安东尼会安排田瓜去什么位置呢? 他并没有明说,但火箭总经理莫雷却在今天,提前透露了德帅的想法,在做客美国Dan Patrick Show,节目时莫雷是这么评价安东尼的, 早在2014年安东尼成为自由球员时,我们就有意追求他,不过那时候他选择了5年1.29亿美元去约尼克斯,在去年,安东尼想离开尼克斯,我们又再一次发动了攻势,但他之后被交易到了雷霆, 加起来我们一共花了5年时间才得到他,你们一直问我,卡梅罗·安东尼究竟是哪方面这么吸引你们的注意力,而我今天就告诉你们吧,他在4号位上的投篮能力,就是我们所看中的,这十分适合我们球队,从莫雷的话语中可以听出大概了,火箭是想让安东尼去4号位,就像在尼克斯时,德安东尼希望安东尼去打4号位一样, 但那时候安东尼拒绝了,之后小胡子被尼克斯辞掉之后,安东尼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命运,他还是去打了4号位,而且效果不错,那一年在安东尼打4号位时,尼克斯取得了54胜28负的战绩,可以说德安东尼还是很有眼光的,只是他执教尼克斯时,球队本身太混乱了, 而现在34岁的安东尼,或许也只能打4号位了,因为打3号位的话,他的防守已经跟不上了,横移速度太慢,只有打4号位才不那么明显, 如果火箭能交易来热火的封线詹姆斯约翰逊的话,那么安东尼就对可以打4号位,并让约翰逊打3号位,这样的话火箭就可以摆出,一保罗加两哈登加三约翰逊加四安东尼加五塔克的五小阵容, 利用塔克和约翰逊的防守功力将安东尼紧紧包裹起来,降低他防守端对于球队的影响力,这或许就是交易的前奏吧, 莫雷让安东尼去打4号位的话,那么火箭现在就会出现三个球员抢4号位,分别是安东尼、塔克和安德森, 所以当务之急,莫雷还是要快速请李调安德森换来约翰逊,不然安东尼很难去打4号位,得安东尼也会相当为难,究竟让谁去打4号位?